讲一套养眼睛的锻炼方法 浑浊也好 模糊也罢 干呐养呐 您跟着先练练看 养眼睛 你得记住一句话 眼睛上下有天地 视人当空 利而间 实际上呢 就是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个齐穴 很多人不知道 它就在这个上眼框 中间下缘处 有一个小坑 稍稍用力的去顶住 有明显的酸呐 胀呐 那就对了 说明你位置找对了 力道也对了 这个点呢 叫做上鸣 两个拇指同时的按住 慢慢的用力 直到明显的感觉出现 啊 仗仗仗仗仗 好 保持一会儿 自然的呼吸 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之后呢 就开始匀速的揉动 一分钟 两分钟就可以了 上鸣呢 就相当于太阳 太阳能够赶走雾霾 看得更清爽 第二个地方 在眼球和下眼眶之间的区域 叫成器 不要拿手直接捅进去啊 太暴力了 拇指放在太阳这里 食指呢 用这个饶撤 也就是这上边的一面 然后这样 来回的去刮这个眼球和下眼眶之间的这个区域 做一百下就行 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大地之水 水太多了 不行 会烙 水太少不行 会干 所以空闲的时候 上鸣和下边的成器就做一做 第三个地方 耳尖 它就相当于一个开关一样 有一个调节上边和下面的用处 太阳不要晒得太狠 水不要放出来太多 拇指和食指 捏住耳尖 稍稍用力的去碾 碾的时候就要适当的发力 就这样去做上一百次就可以了